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不交税,卷走千亿资金,是个人权益还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呢? 中国有钱人为何喜欢移民海外? 我们有没有必要像美国那样,让移民的人缴纳高熬断期国税呢? 现代社会中,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一直是全球人类历久弥新的话题。 当资产和财富高于所处社会平均水平时,对很多高净值家庭和阶级来说, 移居海外寻找更多的突破和机会,变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 2019年,一份由联合国移民总署发布的《全球财富歉移》报告,令所有中国人都大颠眼镜。 在10个海外移民总署名列前茅的国家中,我国已超2万人的金人数据,位列全球第一。 与2017年的报告相比,净增长净突破了整整一倍,也就是增长了50%还要多。 而在今年,联合国移民总署又针对各个国家至今为止的移民总署发布了一篇专项报告, 并命名为《世界移民报告2022》,其中显示,虽然在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世界移民趋势迎来了一波不大不小的寒潮,但移民人口在全球总人口的占比仍然有所增加, 甚至占比3.6%左右,也就是说在如今的国际社会中,几乎每30人里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而这份报告也同样列出了至今为止,国际移民输出国的总排序, 其中印度以将近1800万的移民总数位居榜单第一,紧接着是移民大国墨西哥和宝京战乱的俄罗斯。 中国则以移民总数1000万人的数字,委居榜单第四,由此可见,即便是我国防疫政策如此严格, 对外开放受阻的后疫情时代,国内高级者人士,移民海外的趋势依然是指增不显。 中国富豪移民热,在线高潮,其背后真正原因令人责舍。 对于国内富豪普遍存在的移民行为,社会各界的观点也出现了极大程度的两极分化, 部分人认为是否选择移民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个人权益,旁人没有资格对此进行道德层面的批判。 有些人说,中国富豪大多都是以国家改革开放作为跳板, 吃着祖国赋予的红利,获得大把大把的收益,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捞过了油水就想拍屁股走人,卷着大量的资金跑到国外纳税, 投资,无疑会加重国家的资金流失,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做法。 那么富豪拿钱走人,真的会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咱就必须先聊聊中国富豪之所以选择移民海外的几大根本原因。 其当然是老神常谈的问题,为了避税,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机制, 最高税率可达到40%,比如一个富豪的进工资为500万元, 最高缴税额就可能达到200万元。 于是将海外低税率国家移民便成为了不少富豪理想选择。 然而要知道,纳税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 你吃着国家给予的各种经济红利却丝毫不知回馈,这说得过去吗? 其二,为了实现资产转移,一些高净值人士为了将业务重心转移到海外, 实现创说和突破也会选择顺势移民到国外。 然而在正常的资产转移背后,也存在很多因为各种不正当原因移民海外的行为。 比如一些富豪在国内债务缠身,为了逃避还贷还选择移民,将资产全部转移海外。 再比如某些人的资产来源并不干净,或者名下企业运作过程中存在灰色资金链, 为了避免东窗事发,遭遇牢狱之灾,而立马卷钱走人,移民海外之人也比比皆是。 其三,也有些富豪是因为子女教育问题而选择移民。 这些人普遍更崇尚西方教育,为了子女能在高等学府赢得更多机会, 而选择移民到发达国家,以此寻求捷径。 显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初衷是干净还是脏屋, 移民国家确实会为你提供所需要的权益和庇护,甚至竭力帮你逃脱祖国的追战。 毕竟你移民过来,花的是从中国赚来的钱,而最后进的却是他国的腰包。 从中捞个油水的,被移民国当然乐于结成为你服务。 中国富豪移民趋势愈演愈烈,逃税躲债,无所不用其极, 为避免这种乱象,国家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富豪们移民海外的原因多种多样,为此祖国所付出的资金损失也非常可观。 在如今这个以经济交易权衡国力强大的时代, 愈演愈烈的富豪移民热,无疑会加重国家经济压力。 针对这个问题,世界各国都出台过许多不尽相同的约束政策, 以及要缓移民所带来的资金流失风险。 比如美国就出台了非常高昂的弃国税, 通过你在全球各国的资产总数计算出一个净资产数额, 再从中抽取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大攒你一笔。 在这之后,你才能拥有放弃国籍移民海外的基本资格。 如此一番操操作,致使很多美国当地富豪, 面对高昂的税收只能放弃移民的想法,大大减少了富豪移民对国内造成的经济负担。 而就算部分人还是选择移民海外, 昂贵的弃国税也能让漂亮国赚得盆满钵满, 真是算得一手好仗,两边都不亏呢。 反观我国,虽然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海外移民政策依然比较人性化, 并不如西方国家那么严苛, 也没有所谓美国弃国税这种不菲的税收政策。 但面对国内富豪们出于不正当原因而移民海外, 实行资产转移的恶劣行为, 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多种制约政策, 对其进行制约和杜绝。 比如一些富豪为逃避缴税,选择移民海外, 却仍然将收入重心放在国内, 造成国家税收大幅度减少的同时还不停赚着国内消费者的钱, 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内社会资金流失, 这样的避税行为如今就已经被我国明令禁止。 有的将来,国内富豪们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代价将不断增高, 或将面临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征税的指令。 看到这里,不由得想问一句, 如果是你在飞黄唐达后, 会选择留在祖国还是移居海外呢?